大家好,我是 Jason 昨天帶了他們去做了一天的地培 今天繼續有做的 我現在正在駕駛車 我們今早去了 Ideal 的 鏡頭有點搖 不要緊 今早我們去了 Ideal 看 Queen's Waterfront 的 Project 只有 Show Room 因為它還在建 所以未有看,只看了 Show Unit 它的單位比較小 純粹了解它,帶它們了解這個 Project 如何 有幾個 Tower 有 Q1, Q2, Q3, Q4 價錢 都賣了六成左右 單位 Size 普遍比較小 它是 1,000 至 1,200 呎,有 1,600 呎 三間房間,不過不算大單位 剛才去看完都很忙, Ideal 售賣者 每個人都很忙 所以未有人去招呼我們 所以不是看了太多東西 然後去了吃東西 現在就要去 Eco Well 的 Terence Eco Well Terence 即在 I-dime 那邊 不知道香港朋友有否留意過這個 Project 我自己覺得 Project 而言是 OK 但它的 Location 真是一般 如果你是知道 Idame 大概在甚麼位置 那條路附近是甚麼環境 你就會覺得這樣 現在會去看 我早幾年前在 Soft Vlog 我有去過的 現在它應該建好了 我就不知道怎樣 今天會過去看一看 看看它有沒有現樓 可以拍給大家看 可以拍攝個 Facility 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只有知識吧 反正我都會去到 我現在沿路途中 在 Bangaru 趕去 十多分鐘左右 好 待會我再去到那個時候 應該我會先到 我會再拍拍 周圍的環境給大家看看 再進去看它裡面是甚麼情況 好 我們再見 好 進來這個 Eco Well Terence 這個就是它的住宅 我相信 因為它整塊地 只有這裡是住宅 它後面有很多綠化的東西 後面應該有一大片草地 我早幾年前有來過 後面一大片草地 它整個綠化環境 好 概念好像不錯 一後面重新山 我後面這裡 就是 I Dam I Dam 區 我們現在就在龍 比較多政府屋的地方 還有這裡在山上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它的環境 我們 Let's Go 好 進來這裡 當然進來這裡也很大 這是它的 Sales Gallery 好 已經進來了 它本來就是一個 以前是那些 Sales Gallery 但現在它已經進入了貨 所以有 Sales Gallery 就沒有用 變成它們的 Cup House 進來這裡 就 有一個 分成應該很少數會有的 一個 Care Cup 就有醫生在這裡 有醫生在這裡 有些人幫你看看 不舒服 另外它有卡拉OK房 有戲院 有一個小戲院 可以坐到11個人 後面還有一個 Multi Purpose Court 也挺大 羽毛球再加南球場 有些反光大區 很大 挺厲害 室內 好 現在就看完這個 看完這個 房子 再去它那個很大的 很大的 非常之大的 即它的 Cup House 就是用了它 Sales Gallery 這個位置來租 好 我們現在就要 坐車 坐車去看房子 它有這些車 類似很大的 哥爾夫球車 它的門口就是這樣 非常搖 有些人 在外面 然後 是 那 它在外面 好 在外面 坐車 坐車 在外面 到外面 就要坐車 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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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到 Lobby 那一層 樓下是泳池,有四個 pool 如果你瞞著對面的景色,它都很英俊 Eco-well 是英俊的 有四個 pool 並不相似 這樣,相信樓上這裏就是做dream 很高,我們再炒上去看看 好,我們準備進去 入到這裏的Dream Room 挺漂亮的 好,上來看樓盤 因為今天是看樓盤 所以都是看樓盤的景色 就是這樣 這個樓盤是住宅 住宅 住宅不是那個嗎 這些都是政府屋 裡面有三間房間 房間相對不算很大 這個是清水樓 稍後我們會看樓盤 兩間是沒有廁所的 另外有一間比較大小小的 Oloby Master 大小小的也是 是,所以就會有廁所的 不過就簡單一點 有些簡單 好,下樓盤看一看 好,下樓盤看一看 好,下樓盤看 也有房間 這間是套房 另外有個小小的Dreams 也挺少 他說對面的空地就是 Sunway Velocity 的地盤 但旁邊還是這樣 這個樓下的廳 拉遠一點 到這個廚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看到這麼多鞋 代表很多人進去看 這是1500呎的單位 進去這裡當然是例牌 有個Flyer位 你可以放鞋櫃 或者是放一個小櫃子 用來放少許東西都可以 我們禮牌也是要脫鞋 進來會有一間房 這間已經是大房 這個不是大房 這個不是大房 這個有廚房 你看 這個 這個是不是Duel Key 這個 是不是Duel Key 這個 我先問一下 這個像Duel Key的 這個 好 進來後 有個飯廳 後面就是廚房 這個就直接是紅色鎮 它沒有乾淨 廚房,後面的後門,廚房,小衣機,沒什麼東西看,都會晾到衣服 好,來到後面還有一間宅房,不是套房 對面有一個洗手間,還有一間不算很大,普通 另外這間宅是Master,大一點點,大一點也佛樂,這間宅不錯 另外這間宅有一個洗手間,不算很大,1500呎 好,EcoWell,它說這裏去Fairview五分鐘,讓我回去研究一下 是否真的那麼麻煩 如果五分鐘近Fairview,前面這裏有一個購物房 這裏EcoWell,又變得多一點價值 近Fairview,近Inti 我有一集拍過,介紹這區附近的五分鐘 讓我回去研究一下是否真的那麼麻煩 好,1500呎就不斷上下了,我們又要去看看其他可能要洗少少 這個是1300呎,但是它很寬鬆的廳,大得很交關 房間差不多了,這個1300呎也不錯 不過它也是只有一個濕廚房,break kitchen 這樣而已,這個是一個廳吸引 大家好,今天很沒張法地拍攝 剛才拍攝了少許EcoWell的單位 因為裡面的內籠沒甚麼特別 它稍後再說,遲些有機會再說 它剛剛被我發現了一個挺特別的東西 近Fairview,近Fairview有五分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現在在哪裡呢 我現在在座洛洞 座洞這個就不是大家熟悉的Skyview 這個叫做Grace Residence Grace,它的位置也近大馬路 近Dr.Lim Chongyu的座洞 座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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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再那邊的就是它們所謂的Infinity Pool 但是其實它的規律點是公元 它的視 Integrity對理,它都不是аков初更其是公元 但是,它坐落洞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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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ings 因為對面暫時暫時沒有東西擋住 就這樣看上去的質素 未見到 未見到質素去到甚麼程度 看上去好像還可以 這是一條很小的行路徑 還有一個 Playground 不算很大 對面亦有些新的屋 這些屋已經有幾十年了 另外有個景觀 看到海邊 就是卡普星那邊的垃圾山 現在的垃圾山 但政府已經批准了 讓它可以把垃圾搬走 它是建築材料的垃圾山 這個可以看 看到橋 我相信它高的話 向這邊都會看到溫度 應該它擋不到 待會上去再高一點 它去到44樓 都頗誇張 我們正在等其他朋友過來 因為剛才剛入油 塞車過來 待會大家上去看看 我也不知道它的尺寸 是小食會 然後還有一個設置 設置了一個陣介紹 好像很厲害 不要受惠了 我們當進來涼一下冷氣 看看它這個 很多中文字 都應該有售賣到中國 我相信 好 先吃一點點 職員無限好 指示近黃昏 我現在在哪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如果大家有追蹤我的頁面 好幾年的話 應該都看過我不少出帖 拍攝這個景觀 的晚霞景 我現在在預言碼頭 剛才看了座樂棟的Grace Resident 它開到700元一呎 1600呎 賣了130萬 我覺得130萬這個價 在座樂棟應該都難處理 應該都難處理 而且價值都真的不值700元一呎 真是抱歉 不好意思 不知道這條片幾次出門 可能被人打得不定 但我們看完都搞了很久 它整個表演都完成了 現在我們晚上找地方吃飯 我們就來到這裡 預言碼頭 好像沒有一條完整的影片 去介紹預言碼頭 裏面有甚麼東西 反正也是 不如今晚就來吧 今晚就來 研究一下 現在等他們過來 我熟路 我住在這裡 我當然是一回合就到了 他們應該還要找一找才到 現在應該只有我一個 但裏面比較暗 希望都能拍到 預言碼頭 預言碼頭看海 一進來 它現在就擴充了很大 現在已經在這邊 這邊也有很多位置坐 還要遠處有個舞台 這裡有一間食燒肉 這裡有一間食燒肉 走個圈 趁他們味道 這裡有一間食燒肉 一間食燒肉 這是炸雞 這個小龍湯包 另外這個 這個脆皮燒肉 要加一較18元 上年也還賣了15元 但它是好吃的 它的脆皮燒肉 好吃 那麼 後面就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不知是甚麼 不知是甚麼 而這個是它門口的 門口的景 門口的景 這邊還有幾檔材料 有個乾焗蟹 乾鍋烤蟹 4隻1kg 就是60元 如果想吃都可以試一下 還有蝦 吃海鮮 另外還有一個吃Burger 進來他們到了 我一邊走一邊拍一邊 再繞個圈 另外有些糖水 糖水是豆腐花 紅豆冰是本地特產的野食 醬汁、煎蕊、愛玉冰 愛玉冰這些野食 沒有甜品 這個位置就是水吧 水吧就是點飲品的地方 不知道他們坐到哪裏 我先走一圈 這一層全部都是坐的 另外它後面應該有吃煮炒 即是小菜 另外還有點心 另外它後面就是小檔 有些肉骨茶 有個海南雞扒 另外還有一個 有一個燉湯的 即是一宗湯 有些材雞 或者是一些紅蘿蔔 另外配個飯 也加了一塊 也要10元 另外還有些越南小食 有些泰國餐檔 泰國餐檔好像換了日 另外還有印度的 韓國餐檔 也有韓國餐檔 另外這個就是吃薄餅的 換了一個大檔 很厲害 平常看見它都是門口小小的 另外有些類似台式的 蓋飯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旁邊這一檔意大利薄餅 吃西餐的 另外還有一些吃粥 田雞粥 看看還有甚麼 都很久沒有過 這個有些手東麵 水餃 就一般吸收 還有雲吞麵 蠔 另外還有咖哩麵 還有日式料理 就是吃日本餐 後面就是可以吃海鮮的火鍋 海鮮火鍋 另外後面還有一些海鮮的 有清蒸 皮皮蝦 另外有些蟹 蝦 蝦 很厲害 這個顏色 不知道是甚麼蟹 不知道是甚麼龍蝦 後面還有一些基本的 煮魚坦 有春捲 普通的沙煲淋麵 也有蠔煎 蠔煎 這裏很流行的魚肉米粉 湯米粉 另外還有炒粉麵飯 很便宜的 加價 炒飯也要6元 另外還有炒 炒果條 炒果角 大龜釣 大龜甲 也有 還有福建蝦麵 老肉麵 也有 當然魚人碼頭當然有一個海邊 這就是卡帕星的海棚 這個我應該 遇無意外 應該對上一兩條影片 就在這裡拍了 它一個貨櫃 Container Art 這就是魚人碼頭 對出那個 喂 潮退了 應該似是 潮退 這是它的海邊 這就是它後面的 魚人碼頭的 景色 這裏其實是海旁 這一個 轉過來 這一個 所謂的垃圾山 應該政府已經批了 它的垃圾可以搬走 這裏好很多 這裏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裏會有很多人在這裏 踩單車 散步 跑步 例如Uncle在這裏 踩單車 前面也見到人在跑步 接下來幾多人在踩單車 這裏頗悠閒舒服 在這裏 這裏太陽下山 吹海風 在這裏吃東西 還有喝啤酒 所以不錯 全部都是跑步的裝束 都是跑步在這裏 慢慢散步 前面就是卡北星 這裏是Maritime AirBnB 大致上這裏就是這裏 如果大家不知道卡北星在哪裏 就不妨看我之前 拿著地圖解釋一下介紹 又或者我另外一條影片介紹地點 都在講卡北星 Drive 其實就是這裏 不過上次沒有走到這邊 沒有走到這邊說 現在應該差不多有日落體 這裏也不錯 現在還未見到 潮退 我要回去吃東西了 回到這邊吃東西 不知道今晚有甚麼食物 今晚我們也有十多人 十多人 很累 不停兩天 瘋狂地看樓 都是很辛苦的事 看來今晚也要坐下按摩椅 好 好 我們一會兒吃東西 再拍卡給大家看有甚麼食物 好 我們點了很多東西吃 點了有 Roti Tissue Roti醬拉 還有其他不同的食物 整台都是 已經不知多到甚麼了 還有接下來 大綠麵 還有一個炒 不知是甚麼粉 好 我們吃東西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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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蠔煎 這個 正 還有椰青 還有不知是甚麼 好 開餐了